祷告是基督信仰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而当基督徒祷告时 我们都可盼得到神的回应 但是我们有时却看不到神的应运 为何会这样呢? 今天让我们一起思想一些祷告的障碍 其实在这方面 圣经已经给了我们一些提示了 首先祷告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罪了 以赛亚书第59章1节告诉我们 耶和华的绑壁并非缩短不能拯救 耳朵并非发尘不能听见 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 你们的罪恶使他湮灭不听你们 诗人在诗篇66篇也说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 主必不听 可见罪使神不听人的祷告 人的罪叫人只是关注自己的享乐和荣誉 只想达到自己的目的 却不在乎神的命令荣耀和计划 而且每当人多犯一次罪 人的心就会更当硬一些 罪会叫人的良心麻木起来 且失去对神的敬畏之心 所以罪不但使神不喜悦人的祷告 也使人祷告不了 因为根本不想祷告 或是应受控告而不敢祷告 因为神是圣洁也不能容下一点罪的 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未悔改的罪时 就会阻挡我们的祷告了 因此圣经叫我们要向神认罪 以除掉这个祷告的障碍 第二 我们自私的动机也是祷告的障碍 雅各书四章三节说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忘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厌乐中 罪叫人都成为自私的 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 当我们只按照自己的意思求 而非按照神的旨意求时 上帝没有义务成全我们的祷告 因此我们自私的动机会妨碍我们的祷告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 我们若照祂的旨意求什么 祂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祂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第三 一个严重影响祷告的障碍就是不信 雅各书第一章说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换言之 若没有信心 是很难享受祷告的 其实不信神的人 往往是连祷告也没有祷告的 因他也不觉得自己需要神 并且我们讲的信心 并不是那个 信神一定会把我所要的给我的信心 有些人就是盲目地鼓起这样的信心 来催眠自己说 若自己相信了 就必得到 这样的人是对神的应许有所误解的 基督信仰所指的信心 是一个坚信神的属性的信心 就是相信祂是个完全公义 慈爱良善的神 即使我们有时不明白祂的作为和决定 但真有信心的人 是依然会相信 神还是公义慈爱信实的 祂的话绝不落空 祂的计划比我们自己的愿望更好 这样的信心才是讨神喜悦的 再来 另一个祷告的障碍就是 人际关系的破裂 或是一个不饶恕人的心 彼得前书第三章七节说 你们做丈夫的 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因他比你软弱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他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 没有阻碍 这里我们看到 若夫妻之间出现摩擦 就会阻碍祷告了 而马太福音第五章 也提到肢体之间的关系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愿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 由此可见 在上帝接纳坛上的祭之前 他要我们先与人和好 他不愿人继续留在怨恨和苦毒里 马可福音十一章更清楚说明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天上的父 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各位 如果上帝都能饶恕 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 那我们这些罪人 若还怀着一个不饶恕人的心 又怎么能讨神喜悦 得着他的应运呢 经文已经清楚 向我们指出 祷告蒙应运的秘诀了 最后一个祷告的障碍 就是我们不够狠心 其中一个祷告的大障碍 就是我们很容易放弃祷告 特别是当我们祷告了许久 但答案却迟迟不来时 我们就不想祷告了 但也许答案是当我们再坚持 那么一下就会来了呢 因此 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 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 要教导人当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各位 因为神是满有怜悯 也是信实的 他一定会垂听 清心向他祷告的人的 当我们恒心祷告时 上帝最终会回应我们的 弟兄姐妹 既然上帝是信实的 当我们得不到祷告的回应时 我们当自我反省 是我们还怀着罪 自我动机 不信 不饶恕之心呢 还是我们不够横切祷告呢 盼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我们在祷告方面得着突破